今天APAC在泰國的曼谷來去行 今天是部長期的年會 我們的代表都有出席 我們的這個領袖代表 中部的DM到這個曼谷 上次的消息 要連三個記者的反映 二零二年的APAC峰會 現在正在曼谷舉行 而今天早上先登場的 就是雙部長級的年會 我國是由政委員鄧正中 以及這個國發會主委 公明星來代表出席 那麼稍早會已經進行了 我們先帶大家 來看一下最新的畫面 那透過這個最新的畫面 就可以看到其實 鄧正中他入場的時候 跟各國的部長 其實都有一些自然的交流互動 那麼這一次我們所安排的座位 其實就是在這個 泰國主辦方的旁邊 而另外一邊呢 則是美國的代表 是由這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這個貿易代表署的署長 他是戴琪 他們都有來出席 因此台美雙方 會不會在這一次的會談當中呢 有一些場邊的互動 或是談論到CPTPP的問題 其實也相當令人關注 那麼對面的話呢 其實也有日本的代表 日本的部長則是由這個 外務大臣林方正 他來代表出席 那麼結束這一場 部長級年會之後呢 鄧正中跟公明星 也預計會在下午晚間的時候呢 舉行記者會來向大家說明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張忠謀 他會在今天的晚間來抵達泰國曼谷 那麼僑胞會在飯店迎接他 同時呢 因為這個飯店 可能可能這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會在晚間進行發表演說 因此危安的狀況 其實也升級了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習近平也會跟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也預計會在晚間舉行這個暗席會 是不是會提到台海問題 其實現在各界都相當關注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在泰國曼谷 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再將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